人间修行录 人生两大要素 中道真如与因缘法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人间修行录 今天 我们一起探索佛陀的智慧 理解人生的真正含义 境界法师将带领我们深入浅出的探讨十二因缘的推动 以及空性与真如的深奥哲理 请跟随我们 一起走进佛法的神秘世界 人生只有两个东西 十二因缘的推动 它的核心在于我爱之 就是我们在业力当中 我们却要去主宰我们的业力 这才可怕 那种想要主宰业力的思想才可怕 所以 佛陀安立了一个空性的智慧出来 诸位 这个空性不是真理 真正的真理是真如 是非空非有 即空即有 但是佛陀把真如里面的空有无碍的思想中 那个假观先拿掉 因为空观跟假观你没办法同时操作 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在假象里面操作 产生执着 所以佛陀在一心三观当中先把假观拿掉 就先偏空 除学者稍微偏空是对的 智乱是用重点 所以 佛陀安立一个空性的全法出来 人生没有空性的东西 我说过 人生只有两个东西 中道的真如跟因缘所生法 一个能变现 一个所变现 就像镜子一样 一个是镜子 第二个是镜子所现的影像 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在生命的业力里面产生主宰 佛陀不得已 只好安立了一个我空 法空的涅槃出来 他不得不这样做 他要把我们从一种坚固的我法二职回归 把心带回家 是有困难的 这个距离太过遥远 没有几个座得到 三大阿僧奇节 所以佛陀必须要在一种颠倒的我法二职 跟真如中间立一个暂时的休息站 就是我空的真理 或者说是我空的涅槃 这是不得已的 那么佛陀就说 你们希望强做主宰 那就修无常 无我 生命是无常变化的 生命是不可主宰的 怎么知道不可主宰呢 你看我们生命会老 会病 会死亡 如果你能够掌握人生 你会让自己老病死吗 所以生命是由业力主宰 说 我现在可以买一套房子 我可以买一些什么东西 我可以主宰 你错了 那是因为你有福报 那是因为善业在主宰你 你以为你可以主宰 那是善业在支持你 你福报响尽了 你试试看 你福报响尽了 不要说买一套房子 你一杯水 你都喝不下去 那是善业在背后主宰你 不是你主宰 我们以为我们在主宰人生 其实人生在主宰我们 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求圆满 我们先把三界的生死给消灭掉 所以佛陀安立了一个我空的真理 这个真理叫做全法 就是佛陀不得不安立一个空性的涅槃假象出来 把凡夫从生死轮回 先带到空性的涅槃 然后再从涅槃里面修学法华经 再会全入时 再带回到真如 一个人回归真如以后 再操作人生的因缘 那就是空有无碍了 他用空性调伏烦恼 用假观创造功德 那就是称性起修了 就开始创造功德了 所以佛法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先不要去创造佛陀的功德 我们先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 这是急迫的问题 所以先全后实 先用三成的全法 先用三成的空性 先把这个我拔掉 然后再用法华经的思想 把这个空性的思想 再导归到真如本性 然后再发菩提心 生命重新开始 重新启动 是这么一个概念 感谢大家观看 今天的人间修行录 希望法师的教会 能为您的人生旅程 带来指引与启发 在此 我们特别回向 愿以此法不失的功德 回向给我已故的母亲 请佛菩萨慈悲作主 超把我已故的母亲 令她业障消除 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 愿所有众生 皆能获得内心的平静 与智慧之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